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暗影快訊 又到月底平衡更新的時間點了 這次官方砍卡啦 而且居然是在DL7加入之前砍卡 到底是拿幾張牌重劍諾瑪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先按照管理來看一下公告的部分 於8月上旬所統計的高階玩家對戰數據中 列帝異種機靈 原來是新的職業的部分 以列列一種的融合能力與巔峰競技場的聯動 作為展餐的牌組 勝率為55.1% 距於第一名 哇沒想到這套牌組那麼強 那使用率為6.7% 位居於第二名 那彎的召喚史就是葬送史 然後他的勝率是54.1% 位居第二名 使用率為19.9% 位居第一名 此外就是勝率在第三名以下的牌組 今天無發現明顯的問題 所以說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就打算要去修正一下 異種妖的部分 而當就是去改異種妖之後 原本就是異種妖會大優開死靈的 會稍微變弱一點 那就變成死靈一強獨大的狀態 所以官方也決定就是把死靈核心卡也一起做一個更動 緊接著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無限值的部分 於8月上旬所統計之高階玩家對戰數據中 就是 欸 勝率距離高位的牌組隊形中 都有負數的數值且偏高 那官方開放團隊在神社人評估之下 絕對無需對任何卡進行加低能力的調整 而不近期變動的原因就在於 無限制的形式環境具有靈活的流動性 於近期新增的卡或擴充卡包 以及實施提高卡片的能力對應時 都會使既有的卡片發生戰略性的變化 於是就會產生新的牌組類型 這讓無限制形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轉變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哇無限制有夠好 我們完全不需要動無限制 所以藉由這次的改變 所以他就去調整了一張卡片 那我們等於就再來看 就是他到底改了哪張卡吧 首先來看第一張招砍的卡吧 獵地一種原本的其中一個能力 就是如果實戰牌以上的話 則會額外破壞一個敵方的重者 這個能力就改變成為 如果融合實戰牌以上的話 則會額外再破壞一個沒有守護效果的敵方重者 這個改動可以說是把一種啊 砍成了蟑螂 雖然說之前無腦刺啊 準時展上的時候真的是蠻沒遊戲體驗的 但是一種啊 不能過盾又覺得哪裡怪怪的 隨便一個222的守護啊 一種都過不去 那將來啊 一種所需要做的前置作業就會變多 要不就是先用墮落的決意 不然就是要先進化 然後搭配萊昂內爾的機咒來過盾 而且還要是單盾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會獲勝 所以我認為啊 一種的斬殺啊 會被拖到七費八費 這個改動是還有一點可以調整的空間啊 我比較期望他是改成就是 隨機破壞一個最高攻擊力的重者 這樣的話即使遇到單盾的情況下啊 也是可以做個過盾 而對手啊 也可以利用就是壓低盾的血量的方式 就是來躲掉對方的一種的斬殺 就可以在盾的旁邊啊 去放一些比較高攻擊力的怪 那一種就殺不死他了 如果是朝著這樣的方式去做個改動的話啊 這樣也比較有戰略性的思考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幽暗守木人 有原本的能力啊 改變為就是 進化時如果戰衆已發動的話 則會回復自己的主戰者三點生命值 很簡單就是直接把那個原本可以進化 破壞一個最高攻的那個手段 直接砍掉了 哇這樣的改動一定很多人拍手叫好 這張牌呢 從命運諸神的第一週開始 就有人喊說該砍 如今終於還他一個公道了 現在拔掉了這個直接破壞的能力啊 未來的幽暗守木者啊 只是變成一張可以提前叫出 無守護的普通的從者 而提前叫出之後啊 你也不會想要去進化他 因為他只補了三點血 還會讓你虧掉一張的手牌 把他原本破格的金卡架子啊 變回了普通的銀卡 只不過這樣的話 死靈的強度啊 會降蠻多的喔 在DLC過後啊 我想開始會有人 會把這張牌給踢出去構築當中 再來就是一張破天荒的buff 洛基 有原本的巴菲 改變為5費 並且能力改變為 入場曲 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當自己下次使用 擁有入場曲能力的從者時啊 使該入場曲能力再發動一次 光這個體質啊 5費55 當成普通的從者下 就非常可以了 而你下一張牌的入場曲啊 就可以發揮雙重的效益 在此宣布 大洛基時代正式來臨 無限制的環境啊 你可以就是5費洛基 6費直接凱流街頭 扣最大值10點血 那還有就是 6費直接接到白衣守護神 埃特爾 直接拉出兩隻的雷迪購 讓風底下在6次的時候 可以做出13點的傷害 哇有個噁心 還有就是讓中力吸血鬼啊 搭配幻影貓 直接幻影貓 抽4張的中力牌 打8點的直傷在頭上 以及精靈的6費節奏 翠蘭的大福手 將來你直接一張的翠蘭啊 就可以轉兩次的電風扇 無私的話 就可以用萊歐 直接做到了18次的增幅 而吸血鬼的女帝啊 可以生出兩張的水源魔獸 並且你使用貝西摩斯時 可以直接炸飛對方20點 最後還有一張就是還蠻夢想的搭配 是我最新想到了 就是搭配這一次的新卡邪救神殿 你在前期的時候啊 就刷出了1費的撒蛋 接著在6費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出一張的 舊的撒蛋1費 搭配5費的洛基 7費的時候 直接又黃到天魔砸5 1313 直接兩下直接砸到對方頭上 是不是直接塔東西起來 而且如果你怕 對方有從者 扛你黃到天魔的灌籃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在前面的回合啊 去買那個餘生禮戰 或者在前一回合啊 你可以在場上埋 蟹木曲 可以破壞一個敵方從者 或兩個從者的那種護符 所以輪到你的回合的時候 就可以用那個護符 直接破壞掉對方的從者 將你的黃到天魔啊 就穩定的 把13點乘以2 砸在對方的頭上 等等等等等等 之類的 有太多塔結多的combo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的地方提出 一直以來我覺得 暗影師這樣的buff啊 都做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 請繼續你的表演吧 繼續你的buff吧 而砍卡的部分 這次的一種啊 感覺可以再完善一點 那又暗就砍的挺好的 所以這次的砍卡 應該可以算是 成功的一次吧 哈哈哈 那接著啊 沒問題的話啊 明天的中午啊 就會有最新一集的新卡減評 剩下的時間大家就看一下 我的新卡減評 慢慢的等新的改版來臨吧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魚豐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掰掰